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是等位基因间的相互作用 除了显性还可以是不完全显性共显性 第二是非等位基因间的相互作用 包括互补基因 上位效应和修饰基因 第三类特例是负等位基因 由于在群体内一个基因座位上可能有多个等位基因 因此后代的分离比也会因具体情况的不同而不同 在这些案例中间我们都意识到 事实上生物性状的实现是一个很复杂的过程 孟德尔定律只是其中的一个基本规律 在这一讲 我们将和同学们来讨论两个新的遗传学名词 表现度 expressivity和外显力 penetrous 以及影响这两种遗传效应的机制 那么首先 什么是表现度呢 孟德尔身后的一些遗传学家 对大量的生物性状进行了分析之后发现 有一些基因在不同的个体中间表达非常一致 比如说大一大一是红花 所有的大一大一都是红花 但是有一些基因的表现效应却有各种变化 我们来举一些例子 黑腹果蝇小w基因是控制眼睛的颜色的 所有的小w小w基本上都是白眼果蝇 没有可以明显区分的差别 这和之前孟德尔研究的工作是一样的 但是在黑腹果蝇中间有一个细眼睛 叫lobby 它可以影响敷衍的大小和形状 它的表现变化就很大 这个基因可以使眼睛变得只有针尖大小 也可以使眼睛保持相当大 几乎和眼神型没有差别 我们再举一个例子 人类的尘骨不全是一种 常染色体显性遗传疾病 因此杂合体会发病 但是我们在一个加息中看到很多杂合子 它的发病程度不同 有一些杂合子 它同时有多发性的骨折 蓝色拱膜和耳聋等症状 而另外一些患者 可能只有其中的一种或两种临床表现 表现度很不一致 因此所谓的表现度 其实指的是某一个特定基因型 在不同的个体之间 对它所控制的性状的一种不同的表现程度 即相同基因型的个体间 性状表达的变化程度 在以上这些案例中间我们看到 对于某些性状 群体中基因型相同的个体 可能呈现出不同的表现程度 这种现象叫做可变表现度 经表达的另外一种变异方式 就是不完全外显 我们也先来看一个例子 人类的多指症 也是一种常染色体显性遗传疾病 主要症状是正常的手指或足指以外的 植骨最深或软组织成分最深 这是最常见的首级上肢的先天性基型 占先天性上肢基型的三分之一上 某个研究者收集整理了一个大家系 对这个家庭成员进行了表现分离之后 整理出了加系图 如图所示 我们看到 首先在全部的四代人中间 每一代都有患病的个体 而且男女之间没有差别 这符合常染色体显性遗传 但是同时我们发现 三二这个母亲有病 她的三个子女也有病 三二的自己的基因型呢 理论上应该是一个杂核子 表形理论上应该是个患病 但是它却没有表现出来 显示的这个符号表明 它是一个正常个体 所以在这里 我们把某些具有合适的基因型的个体 没有表现出相应性状的现象 称为不完全外显 在一个群体中 显示出预期表形的个体 所占的比例就称为外显率 打个比方 如果某个显性基因的效应 总是表达出来 那外显率就是百分之百 如果某个群体中间 有一百个大一小一杂核子 而只有75个个体 表现出显性表现 那这个外显率就是75% 表现度和外显率 既有差别也有联系 我们不妨用不同的颜色 来表示个体表现的实现程度 不完全外显相当于 有蓝有白 可变表现度相当于 蓝色的深浅不同 那我们注意到 事实上 当表现度低至无法与正常个体区分的时候 也就是蓝色浅到跟白色几乎相近的时候 就出现了不完全的外显 那么讲到这里 同学们肯定会问 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可变表现度 和不完全外显呢 首先我需要指出 有的时候啊 这个性状的区分呢 其实受到检测条件和我们分析标准的影响 一些个体的显性性状可能不够明显 作为观察者 你在检测条件比较差的时候 很难做出判断 所以呢 认为这些个体属于不完全外显 或者是较低的表现度 但是如果我们刨出这些原因 事实上造成可变表现度和不完全外显的主要原因呢 来自遗传和环境两种因素 因为性状来自于一个生物这个整体 性状的实现过程并非一个单个基因表达的结果 而是在个体的发育过程中 大量的基因共同作用 并且与外界的环境相互协调的结果 表现度和外显率的变化 有时候就来自于这些环境因子的变动 有时候是基因组内其他基因的影响 有时候是这些环境因素和基因的共同作用 下面我们就分别给大家举两个例子来进行说明 第一个例子是突顶 突顶呢 大家不陌生 突顶属于传染色体险性遗传 但是同学们都知道 在男性中间常见突顶 女性中并不常见 这种与性别相关的发病率的差异 并不符合传染色体险性遗传 因为传染色体险性遗传的特征之一就是 男女的发病率应该是一样的 但是经过调查我们发现 在男性中间砸盒子就可以表现出明显的突顶 但在女性中间突顶只有在纯盒子中间才能表现出来 而且程度很轻 只是头发稀少 所以这属于一个典型的可变表现度 究其原因呢 是什么呢 原来是男性的雄激素水平高 它可以刺激皮脂腺分泌 加剧了头发的脱落 那雄激素水平的差异是有什么决定的 说到底是男性和女性的遗传差异所导致的 因此在这个案例中我们看到 某个基因座位上相同基因型的个体 表现程度之所以不同 其原因是受到了其他遗传因素的影响 我们再来看一个案例 本品同尿症是一种传染色体隐性遗传疾病 患者因为单基因突变 不能合成本品氨酸恰化酶 就不能够正常代谢本品氨酸 而是将其转变为了有毒性的本品铜酸 本品铜酸可以影响儿童的发育 所以儿童患者会出现先天痴呆癫痫 并且因为尿液有属尿味而得名本品铜尿症 但是如果今天在医院 某一个患儿被确诊为本品铜尿症 那么医生就会在他的医幼儿时期告诫父母 要严格控制本品氨酸的摄入 只要这样的一个做法 就可以很好地改善他的临床症状 很多奔命铜尿症的儿童 正是通过这样严格的食物控制 能够正常发育成长 并没有出现疾病的表现 那大家看看 造成这种典型的不完全外形的原因是什么呢 跟刚才例子不同 不是遗传因素 我们并没有修改这些孩子的基因 也没有改变其他的遗传物质 而只是将环境中间的食物因素进行了修改 可见环境因素同样可以调节性状的变化 影响基因的表达过程 我们对这一讲进行小结 相同基因型的个体 在不同的个体中间表达是不相同的 因此 这些个体不一定具有相同的表形 我们可以用表现度和外显率来衡量这种变化 造成这个表现度和不完全外显的原因的是因为 单个等位基因的表达会受到其他基因的调节 而且环境因素也会影响这个基因的表达过程 最后我想请同学们在课后思考一下 你能从身边找到一些不完全外显和可变表现度的案例吗 如果有 请你思考一下造成这个现象的具体原因又是什么 是遗传因素还是环境因素 还是两者皆有 那这一讲就先到这里 谢谢大家